中国国足正式摊牌 无锡踢假球 有定论 300次官宣发文是有深意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点局 九点局咱们聊九点 在视频的开头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关注按钮 让更多喜欢国足的朋友 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好了我们迎中转 中国国足输给越南 迎来了历史上国足最大的赤鲁鲁路 而现在国足球迷都不敢说 自己看过中国国足的比赛 都不想扯上关系 而如今大家也表示 国足在越南的比赛 是不是有踢假球的行为呢 中国足球体育知名评论的真家 李璇表示 他自己在跟几个业内人士 交流的时候就表示 国足感觉这场比赛有点诡异 有点是变了味道 很多人都是眼神防守 就感觉是演戏一样 而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 李璇并没有点名到底是谁 而球迷却心知肚明 那就是国足的队长 无锡 无锡三大争议缠身 第一点就是 身为国足队长 竟然在禁区内躲球 直接造成漏人 被越南队打进了一球 其次无锡在结束比赛之后 并没有反思 而是直接与队友开心合照 难不成是赌球成功 赚了大钱 据悉国足上半场2比0落后 买一千万就能赚三个亿 巨大的收入 谁都无法想象 其次第三点 无锡代言海参 便向签约第三番合同 巧妙逃避了国足的现行令 而这可是国足的队长 都敢这么做 可想而知其他球员了 包括郭天宇 之前还在看台 带领三名队员玩手机打游戏 这就是国足球员嘛 而无锡到底有没有参与赌球呢 程序员公开表示要彻查到底 如今已经是过去了十几天的时间 那么到底结伙如何呢 会不会是让几个小虾兵蟹将 抓典型 而如今真正的结果是出炉 国足三百字的文章正式摊排国足球迷 中国国足是这么称赞无锡的 22岁施鱼帅对战老国队 翩翩少年初次登陆州级赛场 26岁亚洲杯对战乌斯别克斯坦队 凌空抽射 吹响了反击后脚 28岁12翔赛对战伊朗队 飞身风堵射门 雪洒魔鬼阿扎迪 32岁仍身第二次迎来了12翔赛的之旅 前8场比赛 你几乎长场拼满90分钟 已经是倾尽所有 不如一世常有 11载79场 你已经是同期身皮国家队战保 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 祝吴熙33岁生日快乐 愿新的一年健康常伴 能够继续为你热爱的足球事业贡献力量 而大家也是发现了 中国女足获得亚洲杯冠结 都没见过陈旭员发这么多字 仅仅是二十几个字 而吴熙一个过生人 竟然公开占用足协的资源 真是难得 而且足协说吴熙倾尽所有 请问那个躲球是什么意思呢 如今国足300字正式给出结论 那就是吴熙是好样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希望大家点击关注的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